诗篇147篇第10节 我们看一下 好的 牧师你没有分享一幕 好的 我要分享一幕 好 我现在正在分享 好的 诗篇147篇 好 诗篇147篇第10节 第10节 他不喜悦马的力大 不喜爱人的腿快 他不喜爱马 他不喜悦马的力大 不喜爱人的腿快 那我觉得今天早上这句话呢 刚好呢 就是重新再一次提醒我 我们怎么样 我们要凡事来到神明前等候 我告诉你 不要说是等候神 我们常常说等候神 等候神 我们在等候神的时候呢 有没有去询问神 有没有去询问神 为什么呢 我就发觉我们在 我自己在过去的日子里面 服侍靠圣灵的能力 恩赐去服侍 然后自己做主 那么以前在以前的一个服侍的机构 居然我们没有这个 同工之间没有祷告会 所以说呢 这个就是自己要怎么做就怎么做 然后求神来祝福我们 求神来与我们同行 求神来给我们开路 那后来呢 我就发觉呢 这种做法呢 发生了很多的问题 为什么呢 有的时候是真的是出于神的带领 那有的时候没有祷告清楚 就按照自己的心里面 魂的意思就开始做 而且用很多人的方式去做 那么用人的方式去做就糟糕了 为什么呢 我就记得以前有一位同工呢 就是说呢 他说呢 要服侍神呢 是可以撒谎欺骗的 我就一直听不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后来我懂了 他意思就是说呢 如果说我今天要去为神去开辟一个新的教会 或者是新的一个事工 那么我就用脸孔带片 把一些同工能够驱赶到那个方向去 叫他们做我所要他们做的事情 这就叫服侍神 我发觉这个做法 我没有办法沟通 我觉得我们服侍神不需要用骑红的方法 这就是什么样 人的腿块 这个马的礼大 这个马的礼大 你说我们是马吗 我们有时候这是橡皮野马 橡皮野马 为什么呢 这个主人呢 没有叫我们用这种方法去做事 人的腿块 那么你为什么不先祷告呢 不先祷告呢 为什么不先就是领着祷告来的是做什么 先等候主求问神到底神有没有要我们做这件事情 为什么呢 事工可以很多永远做不完 你要开拓事工可以一个接着一个 你只要想要去开拓你都可以开拓 这个方法是人的方法不是神的方法 所以说神有一次就在回应了 主就说他们要做什么事 有没有事先问过我 有没有我叫他们去做 这个没有叫他们去做 他们叫去做 然后就把这个采购单了 在一个祷告上采购单 就呈现给我 然后是叫我去执行 那到底是谁跟谁同工 是他们这个这个人是跟我同工 还是我跟人来同工 所以说你看当神这样说的时候 我就在那里 哎呀我说主啊 你真是说得一针见血 我们还自己觉得自己美得不得了 我们在服侍万君之一和化 我们在服侍那从死里复活的主 但是我们有没有先问主 那什么叫主呢 就是王的上面再加一点 就是主 什么叫王的上面再加一点呢 你在那里做王了不错 但是你在这个主耶稣 圣灵父神 还是在我们的上面 祂是我们的主子 不管你这个王有多大 不管你的能力有多强 不管你的学识有多好 不管你的见识有多好 不管你的IQ 你的这个智商有多高 祂仍然是你的主 什么叫主呢 就是主子 祂是你的主子 祂是我们的主 主人 那么既然是主子 既然是主人 我们是不是凡事要跟他生禀报 所以说这个顺服 在这个教会里面所得顺服 真正的顺服是顺服主耶稣基督 顺服圣灵 只是圣灵在教会里面设这样 所以我们在这里学习一个功课的时候 先去求问的时候 这就是讨神的喜悦 我们常常会走到 这个像马拉利达 这个还没弄清楚 就开始往前冲 这个好像说是服侍神 只要是我服侍神 那么就可以用起哄的方法 叫别人来成就 我心中的一个保护 不是一个愿望 神有没有教我们这么做 神不需要我们去用起哄的方法 神没有说 这个还没开始跑 你就已经冲出去 所以说弟兄姊妹 我们要重新来学这个功课 等候 我自己也在学 有时候常常一冲动了 就跑到神前面去了 然后自己看看 糟糕跑到神前面 还没有问主 为什么呢 知道自己撞过好多次南墙 撞了脸 心鼻子肿 到最后 说主啊 你怎么没听我祷告 主说我垂听的祷告 但是门在那边 你往那边去 你没有问我门在哪里 我给你开了门 是在那边 你怎么没往那边去 前面是墙你非要冲 那你不就撞了 撞撞撞撞到最后 说怎么回事 主没垂听我的祷告 主说我垂听你的祷告了 可是你没有再继续问我 说门这个方向 只要在哪里 所以说怎么样 撞了几次南墙 就慢慢学乖 所以弟兄姊妹 有的时候 我们碰到很多事情 我们就先抱人的腿 当然 就是说人有时候 神给我们很多的恩赐 经验等等的事 可以帮助弟兄姊妹 但是帮助到最后的时候 我们这个做老师的 会不会成为你们的拐杖 甚至会不会变成了 你们的偶像 那这个就严重 就问题大了 若是我们成了你们的拐杖 甚至于成了你们的偶像 你们就像我们于不义之中 那这个拜偶像 行邪术 这个罪是非常大的 这是让神很受不了的 就是爱弟兄姊妹 也不能超过爱主 你说这是一个命令 这不是一个命令而已 这是一个神的一个道 这个拜偶像行邪术 在这个灵界里面 是非常严重的一个罪 神教我们走的是一个 什么样的 这个亲神的罪 如果说弟兄姊妹 我们在神的国里面 我们爱其他的弟兄姊妹 远超过我们爱神 那个神的国也就乱掉了 我们会把人摆在神的上面 人的话比神的话重要 所以弟兄姊妹 这个等候神的这个事情 甚至我们要求神 叫我们 向我们禅明出来 什么是神的能力 什么是神的荣耀 好叫我们常常到神的面 去求告神 我们所能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走过来的 这些弟兄姊妹 告诉这些后面来的 弟兄姊妹 就是说你看那是耶稣 我们所能指的 就是这件事情 我们帮你带到 耶稣的面前去 我们帮你带到 父神的面前 我们帮你带到 圣灵的面前去 这是我们能够做的事情 我们也希望能够 好好的去做 否则怎么样 我们常常什么 自己跑在神的前面 自己用很大的力量去做 什么叫用很大的力量去做 就是会抓 做了为了事工就抓 那么这个 这个一抓的时候 就出了问题了 该抓的不 该抓的抓 不该抓的也抓 这一抓就出问题 而增进嫉妒比较 统统都来 血气统统都来 自己的大脑就在那里 做工加班 想怎么样办法抓 所以说呢 你看 这一抓的时候就出问题 一抓 你抓 他也抓 这个大家都一起抓 那就好了 变成真净嫉妒比较 谁抓的 因为其他人就在那里 有嫉妒 就在有怒气 就这背后有残言 背后有毁谤 你看这个 这个不是神所要的 主说我的鹅 我的鹅是亲神的 我的鹅是亲神的 什么叫付主的鹅 主要你背的 你才背 你要问说 主你这鹅我怎么背 什么时候背 背了这个鹅往哪里去 这个牛 把这个鹅放在牛的背上 是不是 这个主人就会赶着这个牛 带领这个牛往哪个方向去 所以我们等到主 去来吹 主来带领 你的事工就会亲神很多 我在外面服侍的时候 也常常看着一些的 其他的一些 甚至于是牧者 服侍主多少年的牧者 他们也在那里抓 我不是批评谁 但是我们拿了别人的 这个所经历的事情 我们自己要来警惕自己 有没有这个资历去抓 有没有这个资格去抓 神的工作是神指派的 神的国 不是自己争取来的这个职份 是神怎么样伪认给我们的 而这些都是我们要去学习的功课 所以什么样的 他不喜欢马的力大 不喜欢人的腿快 我们常常就在那里马的力大 就先开始动工了 人还没有开 神还没有说开始开跑 起跑 我们就已经先开始跑了 我在外面的服饰 这个就会碰到这种情形 人家看到这个 你的服饰很好 好 我要成为你的资格 你的施工就在我的这个施工之下 或是说我要成为你的施工其中一部分 那么因此呢 就会产生很多不必要的一些问题 那么在自己个人的生活当中 自己个人的决定怎么样呢 也是一样 要好好地努力地去打靠寻求神的面 你看这个人呢 若是自卑 这个第六节说 夜华扶持谦卑人 扶持谦卑 什么叫扶持呢 用手拖着你 你自己在 我们自己在神面前谦卑 那就是等候 神没有说做 我就不做 神没有说走 我就不走 既然我们是器皿 那器皿不能随便长到跑 这个轮子就自己跑了 你说这个我们是神的器皿 摆了一个杯子 装水的 就是这个杯子说 我不想做杯子 我想做锅 那怎么行 那神造的你 这个最好吃用来做杯子 你一定要做锅 你把一个杯子变成不好用 是不是 那么因此在这种情形之下的时候 我们学习等候主 真的是要 就是要有信得过神 你信不过他 你就不会等候 你不信他给你预备 你就自己拼命去预备 当你自己预备不是不好 是需要预备 但是主说没有叫你走以前 你就不要冲出去 主说一定要你走的时候 当时神叫我开先知 需要我一开始还真的不想看 为什么我不想再重新参与牧养 因为我以前做在教会里面 牧养过15年 哎呀觉得牧养真的很辛苦 因为我自己是先知性的个性 这个人也比较耿直 我觉得母会不容易 但是怎么样呢 这个神说我要你啊 我要你母会 我要你这个成立先知学校 整到最后的时候 神说你摘不出来 我把你这个护照 就托给第二个人 你看你要不要 我把所有的资源 都给呢 转过去给第二个人 但是你是我第一个选择 你看你还要不要 弟兄姊妹 我们在服侍主的时候 当主这么说的时候 怎么样 我就 我就觉得被赶鸭子上架 就上了这个架子上了 怎么样了 就开始做 哎 那么做了以后呢 很多人也想要做我这一份 我就跟他说 你们做 谁都可以做 谁都不可以做 为什么叫谁都可以做 你很简单 你找一个好的讲员 你就会把这个消息 发出去 就会有人来上课 谁都可以做 什么叫谁都不可以做 有时候碰到很多 属灵征战的情况 特别不容易的地方 你没有办法了解 里面其中的这个奥秘 或者是变化 或者是经验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 带领这个学校 去征战得胜 那不 你没有办法征战得胜 你这个学校就在 临界被仇敌压制 我讲过很多 这个属灵征战的事情 所以说你看 这个人呢 就是有什么 有野心 所以弟兄 我们要把我们的野心 跟企图心 也要交在神的手中 我们这个服侍主 是跟神关系的副产品 我在一起说 我们跟服侍的 我们的服侍是跟主耶稣基督 跟上帝之间关系的副产品 你的服侍不是主产品 你的服侍的主产品 是一根神搞好关系 有关系就没关系 没关系就 你以为以利亚一祷告 火就下来 那是从什么时候练出来的 是他常常在神里前祷告 他跟神里有这个关系 神就说到最后说 我把这个权柄赐给你 他一祷告就有火下来 你看看 现在有几个先知祷告 一祷告火就下来了 我们现在有圣灵的火下来 那还是说看不见的火 只是感受到的火 你要祷告到什么时候 那个从物质界 可以看到那个火下来 那就不一样了 那是怎么样呢 以利亚在身上 花多少时间跟神亲近 你没看到 你我没看到 所以人怎么样 常常用人的方法去做 做了半天 事倍功半 有时候事倍功一点点都没有 等你时候到的时候 走在神的旨意的时间 和旨意里面的时候 神自然会开工 所以说呢 我们在等候主的时候 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 我们也要学习一件事情 那就是什么事情呢 要等候主 他不喜欢马的力大 不喜欢人的腿快 他不喜欢我们跑到神前面去 你跑到神前面去 你根本就不知道 前面是什么状况 神知道 所以为什么神带领以色列 出埃及的时候 云柱火柱 他的云柱是走在怎么样 这个走在前面 云柱火柱 为什么呢 带领他们 前面什么 有这个军队的元帅来带领他们 所以说弟兄姊妹 我们在这里学习一个功课 我跟你讲 学习等候啊 你真的得相信了神 你才能倒过下去 你对他的信心不过 你倒过不下去 我不晓得今天为什么神叫我讲这一句话 我相信可能是给一些弟兄姊妹 正在面临你生命当中的一些抉择 或许是为了服事 或者是为了做一些生意 或者是为了家庭一些什么样的状况 怎么样 你就祷告 祷告 再祷告 你祷告了什么时候 祷告的时候 神回应为止 你祷告的时候 什么门开了为止 你祷告的时候 事情开始有转环的开始 这叫等候神 有一个姐妹 她每天 伏伏在神面前 两三个小时 等候主 她等候了一年半 神都没怎么给她 有一年半以后 有一次神跟她讲 说 你牧师的儿子 现在已经 这个得了很严重的病了 发高烧了 发了好几天了 你现在去为她祷告 她就起来了 跑到牧师家里 她就牧师的儿子 发高烧 发了好几天 头脑都烧得 这个受不了 她就去跟牧师说 主叫我来为你的儿子祷告 那牧师也没有办法了 那时候 药也吃过了 医生也看过了 然后怎么样 就给她 让这个姐妹祷告 这个姐妹呢 就奉着主 你从我奉耶稣基督的名 这个烧 推下去 过一会儿不久 这个孩子的时候 完全退下 就恢复正常 就起来了 他又等候 有一次等候 又等候 大概有六七个月 七八个月 有一天神就跟他讲了 他说你起来 某某教会的牧师 已经死了两三天了 现在躺在 躺在这个停事间 你去把他叫醒 他就去了 去了以后 找到这个停事间 就问了那里的 护士 护士 他在停事间在下面 他就下去了 你看他一根胆子也够 搭到停事间里 找到他这个 某一个牧师的这个尸体了 好 他就 这个那底下还有工作人员嘛 这个给这个尸体要化妆还是怎么样 他说他是打防腐剂之类的 他的尸体臭了 他就抓了那个牧师的脚 起来 起来 我奉耶和的名师 要我把你叫起来 结果那工作人员看着他笑一笑 你这个头脑有问题 人都死了两三天了 一次祷告 两次祷告 第三次祷告的时候 第二次祷告的时候 身体就开始动了 第三次在祷告的时候 这个牧师就坐起来了 这个一坐起来 把那里的工作人员给吓坏 马上冲到楼上去 过一会儿呢 医生护士都冲下来了 他说这个人已经死了三天了 我们的这个死亡证明书都开出来了 他现在怎么样 穿着衣服 跟他衣服穿起来走出来 这医生跟护士都瞪大眼睛了 他说 你三天没吃饭 也会饿得直挖直挖脚 怎么都 他说不可能 所以说呢 你看 神说什么呢 他不喜爱马的利大 不喜爱人的腿快 你不知道 你不要以为等候神 是一个简单的功课 我们人 先然的人 就是喜欢冲出去 有一次有个牧师 从加拿大 到这个中国大国去 乡村去传福音 然后呢 这个教会呢 就把这个其他 这个分会的弟兄姊妹同工聚集来了 一个小房间里面蹲着有一两百个同工 就和那个那里的负责的弟兄就跟这个农师说呢 他说你看到第一排的人坐到那里 他那些都是打拨打麻打树的 很多都是都是农村的这些工作的 这个 没有受过多少教育 他说这一排的人通通通有 有始死人复活的经历 这一排的第一排的人通通都有始死人复活的经历 这个加拿大的牧师一听他说 我来跟他们教课 应该他们来跟我教课 我来的牧师就按他说 不不不不一样 教课是头脑的知识跟经历 跟我们这个新神记忆是那是另外一回事情 他就教他说我第一次学习到什么叫谦卑 他说我一辈子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等候选的比中心得力 比如鹰展翅上海 因为他不喜悦马的力大 不喜爱人的腿快 弟兄姊妹 我们一起勉励 我也得学 因为我的个性有所严肌 这事情多了 先从等候开始 所以我们学校看 每天都好几个小时的等候打号 就是 这是对的 我相信这条话一定是给一些弟兄姊妹 发现的区域 好 那么这个 好 我们就请 这个 主持人 谢谢